去餐廳有人搭桌子打黑貼 不掩嘴我會掩自己的嘴 然後不理會他 我最拿手的有村菜 包餃子、雲吞等等 我很少機會講粗口 這個星期第一次哭就是今天 入行以來與外回街邊的藝人最朋友 IG帳戶和Facebook帳戶都是自己管理 最常用的通訊軟件包括IG、Facebook、微博 我絕對是一個姐姐 因為我很禮讓我妹妹 從小到大我也很疼愛我妹妹 很愛她、讓她 當然在工作挑起頭加個淡紙 因為她比我先行 她發展得比我好 她很自然就揹起了這個淡紙 糟了 我說不到了 其實呢 對不起 我等等 對不起 出來說 其實這麼多年以來 善搖也是在扮演家裡的最大的支柱 也可以說是我前半身 一個最大的安全網 她和我媽媽 其實呢 別怪我 觀眾 其實每一次說到家裡 我都有很多的感恩 這個感恩不是一般的感恩 而是呢 可能我的經歷令到我 會有時一說到這些問題會失控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都是互相扶持 是 經歷了很多事情 變成了 每一次我有什麼需要 尤其是我之前在工作上 沒有賺到錢 沒有辦法獨立的時候 阿姨是幫很多的 當然不是說我要問她借錢 不是我 而是每一次我想有什麼願望 很想去達成 她知道我想開店 她知道我欠錢 二話不說 就去支持 拿錢出來 她沒有說不用還 但是 我很知道這塊錢 她又用血汗換回來 但是她會一來跟我說 姐姐你去做吧 我OK 我支持你 一個開手工危譜 我很任性 又為了去滿足自己的願望 一個夢想 我很喜歡做手工藝 她又幫我出了一大塊錢 我很努力去維持 很努力去維持這間店 我不想她浪費了她的血汗 媽媽的心機 但是最終我都關閉了 因為實在是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而且因為我開始忙 我雖然沒有怎樣吃到她的錢 但是我覺得一個很感恩 很感動的就是 那種無私的那種 不需要你出聲 就是默默地去支持 有時我看到她 外界對她有很多負面的東西 或者她拿 我們兩姐妹的比較 我其實很傷心 抱歉 抱歉 入這一行 其實很多人看 很風光 但我才知道 移去背後 受多少的壓力 很多時候在鏡頭以外 你受了一個傷 你身上的疤痕 是沒有辦法磨滅的 很多東西都是 因為你的工作 令到你周身傷 可能這個傷害會跟著你老死 譬如她現在有很嚴重的 譬如 痛症 這些全部都累積回來 這些日夜的 折磨她 所以有時你覺得 她好像賺很多錢 但其實你不知道她用多少錢去看 看一個醫生 看一個醫生是幾千元 是一次 可能你是 經年累月地不停地看 但你沒有辦法解決 解決不了你皮膚的問題 而那個心理問題 亦都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心理創傷 有很多很多的壓力在這裏 所以 我經常都在想 如果是 給我有得選擇 我寧願受的一個是我 不過現在看到她 她有一個很好的家庭 有小珍珠 有一個她希望得到的一個圓滿的人生 我會讓她很開心 當大家都看到 姐姐好像工作上什麼都沒有 但你有一個很開心的家庭的時候 我覺得是 其實工作的背後 最大的搭配就是你的家 人那麼辛苦 其實無非都是為了一個家 一個可以休息的地方 一個可以 你受到傷 可以 有人可以給你安慰的地方